所以其實中國一四人 他就是在無這個意識形態 所以在中國的旁邊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件事 他們的政治越想要控制人 我們就要知道你越想要控制 他的寬大就會越大 所以千萬不要去走他們的後路 我有請教你 你做電影 他說現在禁止愛情劇太甜蜜 那那個甜蜜到什麼 是要怎麼控制 他這個其實就是立法重演 執法重寬 他現在什麼東西都好像有一套法律 但是這個上面他沒有標準 愛情片男女主角 太冷 太緊可以嗎 這就看你和政府的關係好嗎 這我猜一個 最近韓劇有一個愛的迫將 愛的迫將到最後那個北韓的軍官 那個好像離證好 就是他跑到這個南韓 來跟女主角相會 那不能太甜蜜就是說 以後如果愛的迫將要演成中國版 就是說這個北韓軍官 後來跟這個女主角分開之後 他堅決不離開北韓的土地 他堅決要捍衛國家的尊嚴 還要守住他軍官的尊嚴 所以就毅然決然這個跟女主角分開 而且還要揭發女主角在南韓 大企業跟北韓私通的這個相關的事情 這才是為了民族大義 政治正確的 要政治正確 不能太甜蜜 我覺得他的結局應該是在安排 就是那個北韓軍官要來南韓路上 一定會出車禍死掉 就是兩個人一定不能見面就對了 他主要是愛國 主要就是愛國 你只要愛國 你要怎麼樣我們都沒關係 但你如果沒有愛國就手 像伊町這樣擋住就說你最甜蜜 如果床擔有五星級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他其實他這個背後 看起來就是習近平 他其實想要把中國帶向一個過去毛澤東時代 所以很多人說他現在叫破四舊 很像回到文革那個時代 思想緊縮 現在在中國的大學 是不可以用外文書的 大學不早就不 從去年開始就不准用外文書 所有的書籍 我念英文系要用中文 念英文系你要 可能念完之後中文更好了 但那種語言教學可以 可是任何的 例如說特別是一些像經濟政治 以前都用外國原文書 都不准 而且老師的書籍都要先 審查就是表示什麼 他要思想控制 包括我們看到他最近 連習近平的劉鶴 他是專門負責這個經貿的 他說現在中國經濟要搞內循環 過去叫外循環 外循環是靠外商投資 或者是出口 什麼內循環 內需 靠內需就可以過活 有啦 他們十四億多人 對 十四億 問題是說你一個中國能夠靠內需嗎 那表示什麼 他的產品無法外銷之後 只能靠自己 那就變成閉關鎖國 那閉關鎖國加上思想控制 就回到過去毛澤東時代 那個時代 有點像北韓 就像類似北韓